KW Erwin 礼拜三的下午 开了整整一下午的会议 6点17分了已经 口干舌燥 所以今天的Vlogger没有很多话要说 但今天的Vlogger很特别 它是我编号第17期的Vlog 在成为一个Vlogger之前 我是一个Plogger 什么叫Plogger 就是发很多照片 朋友圈九宫阁 新浪微博 Instagram等等 我特别喜欢分享 但那个时候还不会做视频 后来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航拍产品 它叫大江精灵寺 我想要去买一个大江的航拍机 那我在做research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人的视频 她的名字叫做Cassie Neistat 这个人在是非她的精灵寺 然后拍成了一个Vlog的形式 我相信这个视频改变了我的一生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会开始要拍Vlog的故事 现在妹妹已经到处乱跑了 把你倒在这儿 好看吗 好看吗 要不要跟爸爸亲一个 这是一个讲中文的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理发店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理发店 可以讲中文 里面有很多中文的理发室 对了 所以罗克斯最喜欢的Spiderman自己的是不是 不能说改变我的一生吧 改变我近几年的生活的走向 从那个视频开始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展现自己的方式 可能我与生俱来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展现自己的表现欲很强的这样一个人 过去打篮球的时候 场面如果没有观众就提不起来精神 但是围观的人一多了起来就觉得很兴奋 Just buy that diamond for her 哇 这个人你们都认识 亲爱的 我已经帮你忙了 就这个 就这个 那我们不让一下 她的正确的使用方式 这家餐厅的名字叫 冰费 不过你不来找我 可能天天就会 我一看就会帮忙 啊 我走了 你可以看这个 我走了 今天我们搬身家 KZ9 Stand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 她连续800天 两年多的时间 日更Flock 每一天 每一天早上雷打不动八点钟发布她的新的影片 而且她的影片拍摄的难度 耗费的精力 非常之巨大 她不像我现在拍摄这种大部分都是手持的 她很多时候会把相机设置在固定的机位 像在拍电影一样的去拍摄 那个时候我刚刚关注她的时候 恰逢她日更期间 每一天很上瘾 每一天看到她的影片 然后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我尝试了三次日更Flock 第一次非常短的时间 大概只十多天的时间 就败下阵来 因为不熟练 因为也不知道怎么拍摄 怎么剪辑 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可能你每天工作 学习 拍摄 剪辑 家庭 各方面平衡好 Impossible 对 所以十多天的时间 我就quit了 拍我的照片 然后发朋友圈 嘲笑我 嘲笑有梦想的人 这人可不可以 我没那里现在 她已经把你拍下来了 我可以拿走 我可以做梦梦 我没死了 哈哈哈哈 No 很多时候面对的镜头都没话说 嘿嘿嘿 唱歌吧 我可以拿包子 这个人马上说过生日了 所以照片 这是你妈妈第一次插唇彼 我没有插唇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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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了美国之后 一个全新的环境 有一种新鲜感 就是一个更多 要求我出去买in and out 第二次日更vlog 我坚持了蛮长一段时间 大概有半年多 180多集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个时候我找到了一些办法 无论是工作流程 剪辑模式 软件硬件 还是怎么样结合我的日常生活 我做了相应的调整 所以我坚持了蛮久 那一次日更vlog 让我找到了许多的灵感和信心 这个事情它会对我的帮助 不仅是我的生意 我的事业 收入 更多的是它对我整个人 各方面的素质的要求 它反过来push我 更加去提升我自己 从而让我变得更好 我更优秀 从那180多集的日更中 我收获非常巨大 80D 相机太重了 哈喽亲爱的观众们 不干涉不是怕凉了吗 快 快 快 已经骑到了前面的花椅了 so shiny why 天啊 天啊 拍日更vlog 骑的第一半天 嗨各位亲爱的视频观众 好久好久没有vlog了 好久没有 好久没有 感受我身后的这间房 干嘛呢 不要呢 猫 他很热情地跟我们的家 今天出镜的还有 好了 就是这间房 欢迎大家好 我是 第三次就是大家此时此刻看到了我最近开始的这一波日更了 这一波我又回归了家庭生活记录 日常的叫做存档 英文叫做documentary式的一个vlog拍摄 它更多的是记录每一天当下发生的事情 你的心情 你的一些想法 你的一些分享 而没有一些复杂的设定 这样的话我可以腾出来更多的时间 着重于我的事业 我的团队 我的交易 所以这一次是跟我没有强迫自己 每一期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设定 把机位啊 把故事情节啊 把这个视频的构架都做得很好 反而是比较流水账的 比较轻松的写意义的记录 像今天已经开完会到六点钟了 之后我才开始拍摄 对它更多的是一种存档 我们待会见面 待会我们找open house 大家有没有任何人 上一次 把我怀孕之后 今天有一个视频观众留言说不知不觉已经关注我五年了 我拍摄视频 拍摄vlog 可能也就 正是把你开始拍也就五年时间吧 算是比较老早的观众了 当然如果回溯到微博期间的话 那可能真的有小十年了 那我相信 这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一段缘分 虽然可能我们还没有见过面 但是有谁能够关注另外一个人十年之久 没有离开过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对 那我也希望在一千集视频的今天跟你再有一个十年之月 希望你持续关注我和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团队 我的事业等等 另外一个十年 下一个十年 2033年的五月份 我们再回头看 这十年的变化可能 我不敢想象 但是我很期待 对 所以我邀请跟你们再来一个十年之约 我们一起互相陪伴 用视频的方式 用留言的方式 用互动的方式 走过下一个十年